新闻最及时 看好最深入 两岸ING为您掌握两岸大小事 两岸ING节目 黄历杰 韩启贤制作主持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黄历杰 我是韩启贤 今天是2018年4月4号星期三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两岸ING节目 那么在台湾4月4号是儿童节 不过中国大陆的儿童节是定在6月1号 虽然这定定志祺有别 不过我们在今天特别 为这国家未来主人翁所安排的节目内容 相信也是两岸的大朋友所感到兴趣或关心的 因为大人不但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 而目前正在新北市的府中十五 展出的小王巴克利与小伙伴们动画美术特展 他所呈现是完全一部作品背后力量 挑战和感动 对但是怎么样发想 制作到陆续推出电视影集 动画电影 还有看到未来的动画市场 有哪些机会或可能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怀抱梦想》 催生这部荣获金中奖金马奖还有多项影展肯定的 邱立伟导演来跟我们分享 非常欢迎邱导演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邱立伟 导演您好 导演您踏入动画界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您现在在拍摄这个动画片 小猫巴克里之前呢 还有一些作品 您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 当初这些作品呢 对您拍摄这部小猫巴克里的创作 还有制作方面带来哪些的一些影响呢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台湾大概在七八零年代的时候 它是一个全世界的动画最大的一个制造地 那当时我们不管是迪士尼的 或者是日本东映动画 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动画来制作 但是在我们帮别人美国日本制作之后 我们也开始不断思考说 那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 因为即便我们帮美国做了蓝色小精灵 我们帮日本做了巨人之心 做了东洋魔女排球的这种动画片 那当我们要自己做的时候 那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所以从大概民国87年开始 台湾有了第一所的高等动画教育 台南艺术大学 那之后呢 其实就开始培育出很多很多的动画创作者 那动画创作者们也一直在思考说 那我们是谁 我们要做什么 到底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 所以我从大概民国88年开始 就一直在做动画的创作 那动画创作呢 一开始是一些短片 所以我大概做过了 不管是城商 做了森林 做了王老先生杂货店 做了多拉多医生等等的 但是短片呢 它是一种艺术表现 那不管是在内涵 或者是在表现形式上面 比较富有艺术性 那当我们要开始跟大众沟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选择一些 可能更适合大众来阅读 或者是我们小朋友 他更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 所以大概在2006年 07年那个时候 我跟郝广才郝先生 一起获得了林良老师的授权 我们改编的小太阳 当时在公共电视上播出 所以小太阳讲述也是一个过去的年代 那我们希望说过去的年代 透过动画的表现 它可以表现很丰富 那到底林良老师 他最早的 对于这个三个小女儿 跟加米一只狗 或者说他们之间亲子的相处 或者是生活的旷位 他怎么表现 我们透过动画来 把这个想象力做具体的呈现 所以不管是小太阳 或者是后来也创作了 小毛巴克里电视影集 那后来又做了观测战少年 那从短片到电视影集 那终于在去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部动画电影 也就是把小毛巴克里 正式改编成动画电影 那所以这一路的创作历程 其实我们也在想说 那到底当代的动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我们知道华语动画 华语动画非常有趣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华语动画最早 可能不管是从上海美术制片厂 所做的小蝌蚪找妈妈 或者是三个和尚 这种非常不管是水墨 或者是剪纸的这种动画 那蛮多的题材都是比较古典 或者是比较乡土 即便连现在哦 大陆熟悉的话 回想一下 大陆这边有动画像是 喜洋洋 鬼太郎 或者是台湾过去做的 王同导演的火焰山 或者王小弟老师做的魔法阿嬷 我们发现这些题材 它不是比较古典 就是比较乡土 那对于当代的论述是什么 当代是什么 那所以说我在 小尔巴克里的动画电影里面 选择当代的角度来看 我们华语动画的可能性 所以小尔巴克里电影 如果大家去年有看的话 或者现在可以在福东15 可以看到幕后制作的过程 我们选择当代的台南市 我们做我们整个故事的舞台 然后把这个故事放在当代 是导演 那你刚刚提到说 早期台湾应该是代工 代工其实不用讲那么多话就对了 是吧 就是不用有故事情节的铺陈 你刚刚说之前有一部片 就是林阳老师的原作 这算是原创的吗 应该是我们改编 改编 对 那个时候跟郝广才 郝先生 郝先生我们知道 他在儿童绘本界 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人物 他对于怎么样 对儿童讲故事 也非常有研究 所以我们算是改编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说 代工的确 因为动画是一个非常 劳力密集型的一种产业 要好多人做 那好多人做呢 那台湾就负责中期的部分 我们知道有前期 就是故事发想 美术设定 中期就是制作嘛 所以当时我们的确是在 中期制作这一块 但是台湾人非常踏实 做的东西非常好 品质很好 所以也就获得了美国跟日本的 这些订单 所以可以说我们的技术 是没有问题 在代工的那个年代 到现在当然还是 在努力做这个原创 改编我们的故事 像小猫巴克里旧事 所以我们的技术 在那个时候 已经非常的成熟 很不错 所以很多的订单 是的 因为其实台湾最早 其实也都是从制造业开始 制造业起家 所以台湾人的个性 是非常踏实 然后品质也要求很高 所以说在代工部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导演 您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要切入在 创作这一块 跟观众对话 您这段期间的感受的话 我们在台湾的市场 或话语市场 甚至以后 我们要推到国际去的话 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我觉得动画是一种形式 它还是一种内容的载体 它终究是一种内容的载体 所以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故事 那它是来自于台湾 或来自于中国大陆 它是非常合理的 我记得我大概2005年左右吧 也是参加欧洲的影展 那当时呢 不管是主持人 提到说 下部片是来自于日本的 下部片是来自于西班牙的 下部片是来自于台湾的 那其实我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觉得对哦 当我们听到 下部片来自于西班牙的时候 脑中好像有些想象 西班牙 巴塞红那 然后马德里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 谈到日本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东方 然后留白 然后有一些 这种 那谈到台湾的时候会是什么 因为我工作也好 或学习的关系 常在台湾以外的地方流动 不管在纽约 曾经担任著村艺术家 到洛杉矶 到哪里哪里 所以我对于这种对望 这种城市也好 或者文化的对望 有一些想象 所以就想说 那台湾动画到底 长什么样子 那跟观众沟通上面 怎么样可以跨越文化 就像我们看少年拍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那即便是印度的文化 或者是印度的背景 我们还是非常感动 或者是这次很红的几部片子 其实我们发现 它还是基础在于一个 人类学的高度 也就是说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个东西是 不管在哪个文化 它都是一样 只是从不同的文化 来表现亲情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动画比较含蓄 比较像在小太阳的部分 那在美国的话 美国文化就是 我养你只是尽我的义务 养到你成年 你就可以自己继续你的人生了 那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面 应该说 动画在文化的表象里面 它真的谈的还是人 对 只要把这个故事掌握住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在海外会揭露度很高 打个比方 我在2015年 有一部动画影集 叫做观测战少年 观测战少年 它是一部讨论 全球变迁的主题 哇 听起来好严肃 全球变迁 全球暖化 但是我发现 当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海外的一些媒体朋友 就非常的感兴趣 就觉得 这个主题 它是不管哪个文化 的确都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当时在法国 有些媒体的兴趣 或者我们这部作品 在洛杉矶得到了一个年度 最佳的科幻气候动画影集 的一个奖 那所以 我觉得主要是题材 那题材是 全世界共通面对的问题 不管是环境 不管是人与人之间 人跟家庭之间 人亲子之间 其实它都是 有很多的题材可以来创作 导演真是一步一脚印 谈到这些都是 美好成果的分享 不过我如果再投射在台湾 以这一部 小猫巴克里来看 当时只是一个电视影集 才十多集而已 那时候资金 够您都发挥 你的创意吗 怎么样去完成 这样一部片 因为我想肯定 还有跟听众 或观众的对话 或许 让你今天再回过头来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应该会有蛮多感触的 是 其实台湾动画 如果是以原创动画来说的话 它非常需要海外的市场 我们台湾市场有限 我不会说它非常小 因为毕竟如果 好莱坞的动画片来 那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票房 但是在我们台湾观众 应该说我们在台湾的 动画创作者 他要面对的直接 其实就是好莱坞的这些对手 不管是你的队友是迪士尼 你对我是宫崎骏了现在 那所以说 创作一部电视影集 其实对我们来说 除了台湾以外 不管在电视上播出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非常需要海外的市场 那内容产业其实就是这样 它需要更多的市场 例如说 假设我们做了写了一本小说 现在有中文版 那当然我们希望有日文版 有西班牙文版 有英文版 有法文版等等的 让这个产业 它能够蓬勃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 以内容产业来说 它的市场应该是 看待的是全世界 那以台湾来说 其实当时 小巴巴克里 因为在海外 获得了一些成绩 我说在版权推动上面 所以我们在全球 有三十几个国家的放映 那这也间接的鼓励了我们 来制作小巴巴克里的电影 小巴巴克里获得了 这么广大的一些欢迎 那导演 那乔巴克里 在故事大纲上的话 您还做了一些设计 是人进入到这个动物界 您可以跟Timber 介绍一下这部影片 还有当初怎么样规划设计的 对 其实我一直对于动物 是非常喜欢的 从我小时候 大家知道 小时候对于这些动物 是好奇的 为什么它会飞 为什么它那个样子 为什么它的叫声 是那个样子 我很喜欢动物 所以我们家 其实养很多动物 包含连我们现在 我在台南的工作室里面 也养很多只猫 很多只狗 所以我们工作室 现在有20几只猫 有两只狗 整个就像是一个动物园 那所以我常在想说 现在是一个 以人类为主导的世界 人类制定规则 人类划分疆域 那整个世界 是由我们来主导的 哪边是你的国家 哪边是我的国家 这边是我的地 那个是你的楼 那好像全部都是 人类在制定 那但是我们 这地球是人类的吗 我们可以说 这块地是我们的吗 或者说 这只狗是我的吗 那就是说 在地球上的居民 不是只有人类啊 有更多的动物 有更多的植物 生态是什么样的丰富 所以我常常想说 我们家养了一只狗 它来我们家的时候 才是两三个月大 对 所以我想说 那它怎么融入到 人类的家庭 像我们知道 我们有时候 成长过程中 可能会看着父亲的身影 或者看着自己 崇拜人的身影 作为导师 然后这样去成长 遇到问题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甚至有好朋友 可以分享 然后怎样怎样的 但是如果你一只狗 来到一个人类家庭 那它怎么去经历这一切 特别是来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孩 这么小的小孩 所以我想说 那今天如果相反呢 今天如果相反 如果是一个人类 进入到一个 动物的世界里面去 那它又应该怎么样 那在故事设计里面 男主角于都 它失去了双亲 那它正在 一个成长的旅程里面 对 那它看到动物们的单纯 然后进入到 这个世界里面去 它成长 然后它又同时也面对了 身为人类的一种矛盾 因为在动物城市里面 大家知道吗 它整个城市 我们把台湾市 变成是一个动物城市 全部都是动物 但是统治这个城市的呢 却是一个 另外的唯一的人类 对 那这个人类呢 其实它背后有些阴谋 它应该说 它也知道它的力量 比如过动物啊 它跑不过 动物啊 也不会飞 游泳也游不了多久 所以它想出一些方法 来统治这个城市 所以小男孩呢 它必须要面对 它自己也是人类啊 那我要跟它在一起吗 还是怎么样 然后发现动物们 非常单纯 非常纯粹的 这种情感 那它必须做出选择 对 所以是这样一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有趣 很适合亲自一起看的 动画电影 是 我们刚提到一个场景 是在台南 是您的家乡 是 那以台南这样一个 在地化或文化的一个投射 当初在设想 这个故事的铺陈的时候 有想到说 到底我要呈现 给台湾的观众来看 还是说海外的 其他国家的观众 他们也可以看得懂 因为我想这 由于是文化的界面 我刚才你有提到 这一部片 它有三十几国的 版权的播映 表示说呢 它已经可以到 其他国家是可以欣赏到的 怎么样去跨越 这个文化的符马 然后让他们 可以欣赏得到 还是说 这可能牵涉到 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其实我们最早 在做电视影集的时候 小巴克里 他有电视影集 他有电影 最早在做电视影集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在担心 当时我们在想 我们要用台湾的 这种城乡来表现吗 那当时其实 我们非常属于 新化老街的 那个街景 我觉得那个街景 还蛮有意思的 介于旧时代 与新时代之间 那其实我们大家就开始 会有点担心 有点犹豫 想说那这样子的画面 或这样的街景 如果搬到了海外去的话 那海外观众 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是啊 对 但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推敲 创作上面 做了很多的讨论 还是我们就把它画像美国 画像一般的城市 它看不出什么样 哪里哪里 但是我觉得 全球画的今天 其实地方的特色 它反而是一个突破点 它反而是一个突破口 可以让我们有别于其他的动画 那不管日本动画在全球的成功 我们发现不管是你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日本的阶级 灌篮高手 很多人去那个实地上去拍照 或者这些动画片 它反而会呈现出一种 就刚刚提到了 跟其他国家动画的一种差异感 那也因为我们Besson 基础在一个实际的城市里面 所以它能够做得更有说服力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虚构出来的城市 我们可能要去思考说 它城市的动线 居民怎么样生活 居民生活的态度 不管是交通 实际住行这些东西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倒不如是 因为我们在台南 我们也非常喜欢台南的生活步调 当全球在发展 在发展特色也好 或给予的要现代化 的这一种前提之下 台南用一种自己的步调 在往前走 那总之呢 我们当时在做电视影 就非常非常的挣扎 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不行 我们很希望这部片是来自于台湾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合理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大胆的就把整个台湾的街景 特别是新画那一段 画进了电视影集里面 那后来呢 当然我们画进去之后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刚刚提到的剧本 对 所以我们剧本呢 就一直希望他能够拉高一些高度 让不管是菲律宾的观众 不管是巴西的观众 不管是加拿大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奥地利的观众 他能够看得懂 对我们基础上面是在于 这种基础里面去想这个故事 的话 那其实后来发现证明了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台湾 或许我们常会觉得 台湾很多的霓虹灯 槟榔滩 或者是臭豆腐滩 或者是骑游下面乱乱的脚踏车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那不要紧 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非常台湾特色 我不会觉得那是不好的 我觉得那是很有特色 应该是文化的差异 其实会让一些人在看的时候 也许会有一些好奇 想要接近 或许是这样子吧 当然也或许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有些人会不会觉得说 有共同的经验 也是一种接近的开始 我想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做一些尝试 我觉得呢 这部片呢 已经非常成功 在台湾受到肯定 当然在海外也相当受到好评 那么这是小猫巴克里这部电影 那么当然有这样子的开始 那么接下来呢 才有电影这样一个合作 那么稍后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再请导演来跟我们聊 那么其实目前导演呢 在台湾还有中国大陆 都有梦想的一个驰骋 那么稍后再请导演来跟我们谈谈 在中国大陆跟台湾 动画市场目前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 那么未来如果说我们想要在中国大陆 也把台湾的动画的好的产品来展现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方面的展现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store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即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通通认你听 还有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广记者王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又来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G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小猫巴克里的导演 邱立伟 来跟我们说明 小猫巴克里当初 从创作和制作过程是如何 而这部电视动画影集 非常受到好评 也开启了两岸 合拍电影动画的一些机会 可以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把这部小猫巴克里 从电视影集 动画影集到电影动画 这个过程中 是怎么样的进行 然后有哪些的挑战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 想要拍电影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说 那他要拍给谁看 当然程序着 巴克里动画影集 在电视上播出之后 我们除了海外市场 其实我们更希望 华语市场是我们 需要非常注意 非常在意的 因为其实华语市场 因为我们拍 既然拍的是普通话发音 我们当然也会希望说 主要的观众是华语观众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先设立一个前提 就这部片 必须要在华语 不管是两岸 然后这边可以来播出 那两岸播出呢 就必须要思考 那他的不管是内容 不管是场域 那应该怎么样的决定 2006年 我到北京电影学院 去念导演系的博士班 在那边呢 其实当然我的教授 教授了很多关于导演的理论 导演们的精神分析等等的 但其实另外一个收获最大的呢 反而是我看到了非常非常 丰富多样的大陆电影 大陆非常的大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区域性的文化 少数民族也好 不管是内容拍的是 云南山区里面的一个 马背上的法庭 或者是在新疆 蒙古一带那种 在草原上的民族 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景象的 一些故事题材 所以我觉得其实华语 整个华语文化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趣的东西 也非常丰富 非常多样性 所以当时既然 程序着小猫巴克里的电视影集 它的基础是在一个 台湾的土地上面 所以在电影的部分呢 我们也觉得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让整个华语观众 可以看到在台湾 生在台南为一个场景的一个故事 那其实说到底呢 我们还是在思考说 刚刚提到的话语动画 从最早不管是用水墨 用减脂 非常多的中国元素 来做的一种艺术表现 那到底当代的思考 到底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设定呢 我们希望整个两岸 是我们主要的观众 然后当然在内容上面 我们的挑战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 观众的接受度是高的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们太习惯接受 像大陆本身的电影 有这么样的丰富多样性 所以再加上台湾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阅读上不是问题 反而是比较一些有趣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现在两岸还是处于一个 有繁体有简体制的一种情况 对啊 所以那这个 如果我们以台湾市街景 作为一个参考的话 那那么多的招牌 那么多的那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在大陆上映的时候 会不会全部都要改成简体版 后来怎么 对后来我们制片组呢 跟我们一起讨论之后 想出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幕后花絮 跟大家分享 就我们把繁体字跟简体字 长得一模一样的字 全部挑出来 哦 原来他有这么用心的过程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字库 有一个文字的字库 那等于说我们上面会出现 所有字呢 都从这个字库里面挑出来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就解决了 不管是繁体简体的这个问题 那当时其实我们在中文大陆发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两岸同步发行 这个在动画电影里面是第一次 那当我们在大陆发行商 我们本来想说 问他说 我们需要配一个普通话的版本 需要怎样 反而是我们本来想说 好像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 但是呢 发行商反而告诉我 不用不用不用 这是台湾特色 台湾有个枪 一个破普通话 对他们当然会这样讲 那他们觉得不要紧的 这个片子既然是以台湾作为背景 发生在台湾的故事 那所以理所当然就是台湾腔的普通话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也都是一些小小的花絮 所以我觉得说 未来在内容创作上面 假设我们以一个华语观众 华语圈作为我们的创作的思考 其实我觉得反而可以让台湾动画 它能够找到一条路 就除了代工或者原创 在台湾自己播之外 那其实华语的市场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 谈到这个部分 就让我们知道说 原本的故事呢 中国大陆是尊重的 但是制作端这个部分 技术方面原本是一个电视 现在变成呈现是一个电影 这个技术上的转轨 制作团队是不是要大换血 还是做什么样的调整接轨 对 其实动画电影 一直都是动画人的梦想 因为它是最终的一种 或者最高端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在动画短片里面 你可以做很多的实验 做很多媒材的混合 内容上面的实验 都不要紧 到电视动画呢 它会是另外一种等级 它必须要跟观众沟通 它开始要怎么样 然后思考电视规格 一些广告破口啊等等 但是到动画电影 因为观众是要买票进戏院去看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提供给观众一种最高等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内容创作上面 在美术风格表现形式上面 我们都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甚至我们有很多海外的人才 包含这次的编剧呢 其中有一位是叫廖克发 他是马来西亚的导演 或者在美术设计 像人类的小男孩余都 其实是一个美国叫做Hady Smith 的一个动画指导设计的 那在于声音的表现上面 我们找了杜堵兹杜哥 这个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 帮我们呈现一种最丰富的声音细节 音销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动画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 他没有办法现场收音 对他没有办法做什么样处理 所以一点一滴的这种声音呢 声响不管是走路声音 远处的空气声 在更远的地方的鸟叫声 或者是当情节紧张的时候 这种风声沙沙的风声 或者远远的这种闷闷的 这种低沉的雷声 其实都是杜老师 一点一滴的把它放进去 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可信 让观众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 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人才的选择 或者制作的方式 因为动画电影 我们这一次小娃娃可以动画电影 两岸共同动用了大概超过400个artists 对那这些artists分布在两岸各地 那以中国道来说 从远到哈尔滨 南到厦门 武汉成都都有团队在制作 非常劳力密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思考说那怎么样分工 对那台湾的角度在哪里 那大陆的优势又在哪里 然后把这两岸人才整合起来 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不分你我 做出一部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首次尝试两岸的合拍 这部小猫巴克里的电影动画 那沟通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 对在早期 其实台湾动画在早期代工年代 其实也是有两岸合作 就是做代工两岸合作 当时呢 这些前辈们都要去赶飞机 把那个原稿啊 这边送过来那边飞过去 然后沟通还要再怎样怎样 但是现在我们透过网路的这个时代 其实分工应该说世界型的分工 像提到不管跟美国合作 跟日本合作 跟马来西亚合作 透过网路 它其实变成是一种可能 即便是这么繁复的制作流程 制作工序 那台湾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整合能力 整合 就怎么样去设计整个的 这个制作的流程 怎么样分工 怎么样整合 那台湾有很强的这个方面能力 因为我们除了早期代工 美国日本之外 那其实我们跟海外的连接也比较多 因为台湾的市场就这样子嘛 最好我刚刚说的 我们在十几年前在做 小台湾的时候也必须要 不断的到海外去做推广 然后在后端这边 不管跟代理商 再跟戏院 再或者电视平台等等的 这些联系 我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所以台湾在整合能力方面 是相对来说是蛮强的 那大陆呢 他们刚好是可能 现在大概有点像是 台湾的80年代左右 90年代左右 所以他们的制作能力 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带工经验 其实也是不错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可以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做整合的角度 然后在最前端的创意发想的部分 然后后端的这种收敛 然后做最后的final touch 那所以整个来说 其实算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还算是一个 顺利的一个实验 导演这部小猫巴克力 是两岸合拍 那您刚刚讲说 其实也融合很多地方的人才 包括美国还有马来西亚 那您觉得未来还可以有 什么样的一些模式的尝试 让我们这个电影 可以更为获及到全世界呢 其实我觉得未来呢 其实应该是一个 人才全球化的一种年代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 跟海外这些非常优秀的 动画人才合作 之外呢 其实在跟中国大陆合作里面 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讨论 特别是在于剧本啊 如何也可以让大陆的 广大的观众朋友 他能够非常的enjoy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提到 06年我在电视学院里面 念书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一个冲击 除了刚刚说 在华语电影 跟说大陆电影的多样性之外 其实我发现 我们讲的是一样的语言 看的是相同的文字 那但是呢 其实还是有些差异哦 就是说我们虽然讲的东西一样 但生活上面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他们在项弄的情调 或者是在这种 发展的阶段里面 他们怎么面对环境的这种冲击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虽然语言文字相同 但是像前一段大陆在做一太化 现在当然有些开放 对那他们的亲子关系 也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说明在编剧这个部分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讨论 参与 那找到一个共通点 能够让整个话语观众他都会喜欢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制作部分当然 我们提到 其实啊 讲个小故事 就是日本呢 在二次大战后 他们 因为二次大战的关系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白雪公主 因为是美国做的 当战后结束之后 他们看到白雪公主的时候 他们吓到 就哇 怎么做得这么好啊 怎么做得那么棒啊 所以日本一开始 他就是以打倒迪士尼 作为一个目标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一个敌对国嘛 所以我觉得 当然一样哦 就是我们做动画也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我们直接的竞争对手 其实就是皮克斯 就是迪士尼 就是日本动画 那所以说我们未来 应该要更拉高 我们的制作水准 所以刚刚提到内容上面的调整之外 在制作水准上面 一定要再更加的拉高 因为应该说 我们一来 当然还是希望提供给观众 一个更好的作品 那二来呢 也是希望在 这一个发展里面呢 因为现在整个华语 电影市场已经超越了北美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 那换句话说 我们的目标应该要拉到更高 我们应该对手就 可能必须要去面对说 对手就是迪士尼这件事情 哇 我们要有宏观的这个角度跟梦想 那么前章未来 不过务实的来看现在 我们先谈台湾这一块好了 刚才导演你有提到说 台湾大概就是在早年的时候 台南艺术大学就有个学院 所以你也情况精进你这方面的专业 那么到现在看来 这方面台湾动画方面产业的教育 比较着重在哪个部分呢 像我们自己本身好了 广播也是一样 我们有好的广播节目 可是呢少了行销呢就好像呢 也少了一些听众 我不晓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类似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 目前您的观察对于台湾这方面人力 是着重在哪方面的培养 那或许某方面的一个整个产业链下来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加强 或许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只是呢 还没有被发掘 是 其实台湾从民众80年开始有台南艺术大学 那现在有台北艺术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 甚至很多的其他的科技大学 都有动画相关的系所 那培养出来的人才呢 其实主要还是在制作端 那开始有些创意端 在研究所的高度里面 有些创意端的培养 那的确像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 动画的产业链呢 它其实分为研发 制作 发行 应演 也就是这四个产业链 那当然过去可能就 极度的倾斜于制作的这一块 就怎么把它做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完整产业链 还是你最前面你要为谁而做 你对市场的了解 对观众或者对文本的创作 一直到后端怎么样去推动 或者怎么样delivery 送到观众的面前 也就是说不管在院线 或者是在电视的这种载体上面 所以现在人才的分布 绝大部分是在于制作这一块 那在发行跟应演这一端呢 其实还是需要去 培养这样的人才 能够把这件事情整个串起来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优势 应该是在于整合 在于前端研发 后端的整合 然后去推动 然后对于市场的观察了解 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创作者 那从创作 作为艺术创作 或者它真正变成是一个产品 或者它从产品变成 真的可以 我们说送到观众的面前 那这段路 其实还需要大家去观察 但是我今天最主要需要提的东西 我觉得除了创作以外 还有很多事情 或者在制作之前 或在制作之后 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至于制作本身这一块 其实人才是很丰沛的 但制作前跟制作后 不管是人才或产业的投入 我们还是需要 不管是台湾的动画人 或者台湾的动画公司 那甚至于政府 来做一些主导或指导 可能会 因为这样的事情 可能不是个人 或者是公司可以做的 那更多可能是 需要仰赖政府的这种架构 是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那么如果从两岸和派 这个小猫巴克里来看 是不是也假如中国大陆 也想做一些 说他们故事的这种 原创的动画电影呢 就你的观察 当然 对 我想 中国大陆的确 刚刚提到 它现在是世界上 最大的电影市场 那所以在动画这一块 他们从2000年开始 他们是主要是希望 能够增加产量 用产量的方式 去创造出更多的 动画从业人员的机会 那再从这么多的人里面 这么多的作品里面 从量里面 我们知道在13.5之后 他们开始在思考 从量变转直变 也就是他们需要 有好的动画片 那所以他们开始 也在这个方面 极其直追 所以这几年当中 三年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 很优秀的作品 甚至有非常高 票房的作品 已经大概超过了 台币40亿的 这种票房作品 动画片 像大圣归来 像大鱼海狼等等 其实我们都发现 大陆的观众 也是在期待 动画片 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想象力 那但是我还是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整个华语动画 目前来说 内容都还是古典 或者是乡土的 对 那反观于日本 在2013之后 不管是 哥吉拉 酷斯拉 原子小金刚 科学小飞侠 哆啦A梦 其实都是对于 未来的想象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 我觉得是 蛮有机会的 也就是说 在于题材的多样性 对 当然我知道 华语圈 当然有非常丰沛的 老祖先 留下来的这些资产 但是对未来想象 我觉得是 现在这些创作者 可以思考 再加上现在的 不管是整合的方式 刚刚提到世界 那些人才的这种汇集 或者更具有创造力 或更有创意的 这种行销方式 那我觉得 应该还是会 蛮有机会的 是 那接着要请教导演 就是未来 我们如果台湾的 一些人才 想要进军 中国大陆市场 或者是刚刚您讲说 现在人才是 全球的一些汇集的话 您觉得要做好 哪些的一些准备呢 我觉得还是 对于产业 全面性的了解 就是那个高度 不是在于 手上正在做的事情 可是需要拉拉 看一下到整个环节 我们台湾可以 在哪一个position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是对于 当代华语观众的 认识跟了解 我们毕竟终究是要 对他们说故事的 是 我一直有个梦想 我希望我们可以 跟着观众一起 不管是在他们 难过的时候 给予他们安慰 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给予他们勇气 或者在他们失业的时候 给予他们欢笑 对我希望 可以陪伴的这些观众 度过这些时候 或者跟他们一起成长 那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时候 说台湾的position 到底是什么 那跟大陆的市场 应该说 跟大陆的观众 或跟大陆的产业 可以怎么样连结 或跟海外的产业 可以怎么样连结 因为毕竟 合作就是一种学习 对我觉得 只要是合作 他就学习 不管跟大陆合作 跟美国合作 跟日本合作 跟欧洲的这些 创造者合作 我觉得他都是一种 很有趣的经验 可以透过合作 可以让这个多样性 让这个丰富性 更加提升 那么在展望 拥抱这些市场的 同时我们也要务实来看 就以邱导演 你过去从一个创作者 到现在有成立的工作室 而且人力的一个分布 在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 那么以他们的一个 发挥这方面专业的情况 来看 就是说 那台湾所训练出来 这批人才 那么当然中国大陆 也激起直追 他们也有 他们的专业人才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您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 那么到底台湾 刚才提前有提到说 做什么样的准备 不如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我们的条件 给发挥出来 你怎么样来看 两岸人才 一起携手合作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是创造机会 就创造机会 创造合作的机会 然后开放心胸 然后让这个合作的次数 或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或者有什么样的平台 就是说大家可以 一起来创作 反正我们的目标 都是希望带给观众 一个好的作品 对 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更多的合作 然后更多的讨论 更多的交流 我觉得这样子 才是一个好的方法 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也常常在欧洲 我发现欧洲在于 不管是 这种合作上面 是更平凡的 我们在欧洲就那么点大 有这么多的地方 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文化 甚至语言也这么多 所以动不动 那个剧组就是 不管是德国的摄影师 然后法国的编剧 然后奥地利的导演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度底下 其实作品 他能够做出来 应该会是更好的 我们知道美国 当然是一个 好像大家都会集在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今年奥斯卡的作品 不管是真人电影 还是动画片 其实都有非常多 不同的地方的人 去合作 看到摩西哥导演 在美国拍美国片 然后是加拿大的摄影师 是哪里 所以我觉得就是 让合作的片子越来越多 其实在2000年左右 马来西亚政府 他一开始要推动动画产业的时候 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 合拍 他鼓励他们国内的产业 去做合拍片 他们觉得用合拍可以学习 所以说我们现在到现在来看 这个方式可能是对的 因为马来西亚他从一个 没有人看过马来西亚动画片 对不对 但他们现在已经有非常一个强大的IP 叫萨拉丁 他讲的是一个伊斯兰的勇士 对 总之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种战略布局下面 我们看到一些成果 或者是韩国 韩国在1998年成立的时候 有动画中心 他们开始用很多的职业的学生 到好莱坞去学习 什么叫职业学生呢 就不是只是让你出国留学而已 而是你是带着任务去的 你从学习一直到把人脉网络的连结 所以后来他们韩国开始 我相信大家可能知道 像他们有部非常让人家惊讶的电影 像是什么汉江怪物 他们当时就是把好莱坞这些专家 请过来跟他们一起合作 所以你看他现在派出了与神同行 对 开始在特效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政策的结果 那我相信与神同行里面很多的这些人 可能是全球的这些人才 或者是当时因为合作 所学习到的这些韩国的影视从业人员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大家可以思考 所以我觉得合拍 它有其复杂性 不管是财务 法务 制作流程 有其复杂性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继续想要让台湾在全球动画 或者华语动画还是有一席之地的话 他还是得要面对 面对他一定会有个非常痛苦的时期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这样 非常好的 就是对啊 提着灯笼过河 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看看眼前路是什么 然后想办法去克服它 所以我会觉得说让合拍这种project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互相学习文化交流也好 是 你刚刚提到说两岸合拍 小毛巴克里是一个很成功的实业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作品来呈现 最后要请教导演的是 从一个创作者到现在呢 有这么多的工作室或人力的分布 你现在变成可能可以说这样是一个经营者 就一个文化的 想要把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透过动画呈现的人 可是现在呢 却必须要更多时间去 把这些专业的人力做些整合 你觉得你比较享受哪一种感觉 对非常谢谢 历劫的提问 这个其实我是当时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因为其实我的背景 大学念的是视觉设计 在云科大 那研究所硕士班在台湾大学学动画 那到了博士在电影学院学导演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创作背景 但是我太热爱动画了 就是我太希望你可以一直做动画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一直做动画呢 就只好去摸索 那只好去把这些东西做个连结 因为其实动画的技术人员或者美术人员是丰沛的 但是动画的制片动画的导演或者动画的行销 这些人员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就只好监着做 那为什么监着做 因为太喜欢动画了 那想要一直做下去 所以的确现在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处理创作以外的事情 那但是我最享受的还是在动画创作的那一刻 因为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小学的时候 陪伴着我一起长大的那些米老鼠 或者是花莉鼠 或者大老鸭等等 他们生动的这种性格 大老鸭哇哇哇很暴躁 然后米老鼠这么勇敢 然后对于很多事情 他都很天真浪漫乐观的去面对 这些事情就是深深打动我 所以我一直忘不了 创作这些事情的这种感动 当你想到一个角色 然后他慢慢的开始立体了起来 他开始有了情绪 有了个性 他开始慢慢他也开始不听你的话了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那种创作的那种moment 那个时刻是非常动人的 所以当然我很希望说把这些事情串起来之后 还是可以非常专心的在创作这一面 因为这才是我最喜爱的事情 回到初心 这种感觉还是蛮有动力 真的很享受 好希望一切都顺利 非常谢谢导演的对动画市场的观察 还有他自己的分享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 是访问到小猫巴克里的动画导演 邱丽伟邱导演 为我们来说明介绍一下 这一次小猫巴克里两岸合拍 这部动画电影 他有哪些的过程 还有对于两岸的动画市场 以及台湾的动画人才 如果要前进国际市场发展 有哪些的看法跟建议 非常谢谢 导演为我们做说明 谢谢导演 谢谢 谢谢大家